倒也不是失败有多可怕 原来我是一个容易陷入爱情 却没有办法潇洒走出来的人 安然 我想了一下 还是得跟你说一声 你看 上次没有跟你说 就帮裴俊是我不对 但是她一直在给我发消息 我觉得吧 如果我不帮她 她肯定也会想其他的办法的 所以我得跟你好好说一下 消息我带到了 怎么办 你自己考虑啊 行 我知道了 那你帮我转告她 地点我来订 好 老板 还是老样子来两份 微信待会儿转给你 好嘞 怎么选了这么个地啊 那家法式餐厅 我是预约了好久才定到位了 食材都是从法国今天空运过来的 裴总 你还真是老样子 还真是大事 我常常想起我们曾经在一起的日子 不要再叫人啊 我今天本来其实想正式向你道歉 你看你选的这个地方 这地儿怎么了 这些地方 你以前 都不来的 其实你没必要 要表达对我的不满 而委屈自己 裴总 你还真是 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就允许你变心 就不允许我晃晃口味 我知道 当年是我伤害了 我对不起你 但是现在我回来了 我就想弥补 给你最好的生活 什么是最好的生活 鞋跟不跟脚 只有自己穿了才知道 以前的我真的太幼稚 误以为你给我描绘的 就是我自己会喜欢的 其实我应该感谢你 因为离开你以后 我才意识到 什么是我自己真正 喜欢的生活 所以你现在 喜欢的生活是 因为离开你以后 在这种脏乱差的地方吃饭 还有和那个 不成熟的小男生混在一起 我觉得我们两个 对成熟的定义 是有偏差的 在我看来 你这样无休止的纠缠 挺幼稚的 我真的不希望看到你 变成现在的样子 第一 我们两个根本就是 两个世界的人 不会有交集 第二 我变成什么样的人 不需要你来操心 其实我今天叫你出来 就是为了把话说清楚 不需要你的道歉 因为我离开你以后 我成为了更好的人 我有自己的梦想 有我的小伙伴 或许我的生活 在你看来 是多么的不入流 但是 这是我自己真正的 喜欢的 我在这样的环境 我很舒服 我很自在 还有 你不要再让白梦瑶 来约我了 我知道 你现在所说的一切 都是气话 该说的我已经说了 你不要再打扰我了 你不要再打扰我了 因为暗恋的美好 我们总是一遍一遍 一场一场 一次一次 不厌其烦地回溯京春 还记得大井早奈 对男藤井表白失败之后的那句话 男生和女生的故事 总是重复的 不忙的时候去小村看看吧 找找那个叫做藤井的人 今晚的节目就此结束 晚安 各位 今天的节目不错 那是 我可是都市灵魂的安抚大将 星空好美啊 上次你还没跟我说完呢 上次你还没跟我说完呢 你说恋爱麻烦 不想再谈恋爱了 展开说说呗 行 那我就给你这位都市灵魂安抚大将 一点素材 那个时候我还小 爱了就恨不得把自己所有 都投入到感情中去 就像一个 不要命的赌徒一样 结果呢 一败涂地了 倒也不是 失败有多可怕 原来我是一个 容易陷入爱情 却没有办法潇洒走出来的人 现在也三十多了 自己经历了那么多 好像没有办法再去接受一个人 又或者是等待着被人接受 想一想都觉得挺麻烦的 现在已经没有心理去面对 感情上的来来回回 又或者是全面失败了 就像你之前说的 一个人也挺好的 我也这么认为 别搞得好像是身边没个人 自己就混得很差似的 你确实混得一斑 你确实混得一斑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 你真的很不会聊天啊 你不认为你 所以啊 你别再跟姐姐说什么 你要勇敢爱的鸡汤了 他们选择不再爱 才不是因为不勇敢 那是因为什么 爱情很重 背在身上很累 哎呀